我有一個問 squid 我有問 譬如我的意思是說,我們的鴨蕾菜是歐洲荷蘭那種藏的,那種藏的東西 那我想說,現在我要貼這個十幾年,十幾年這個時候,這個燒烤,有什麼時候去做 因為我來就是要做紅豆了,但是我每年去做十幾年,我每年都沒有說,那就不會讓你每年去做 我想說,阿伯老師,可以給我檢視一下看什麼,我們冰冬有什麼的,剛好適合這陣,比較香蕾的燒烤,謝謝 好,好,不曉得他貴姓,你貴姓? 我是王,王先生,好,謝謝 好,來 對啊,其實,在我們台灣保產,那麼因為這個計測是政府體調的 那麼說得好聽的,叫政府體調的,說得好聽的就是說 犧牲所有的一個重稻農民的一個收入,然後來支撐穩定的一個糧食價錢 這大概就是這樣,那麼我們在台灣,本正這個東西,大家都有得理,大家都有道理 但是,大家都沒有管理去面對的現實,現實的狀況,就是在那個地方 譬如說,一年我們在代替貴姓裡面,我們需要關稅配合多少米 我們台灣的米呢,已經自己就吃不完了 正常的年代來說吃不完 那吃不完要再進口 為什麼我們吃不完要再進口 因為貴姓,那個時候呢 這個東西,我們最主要就是說 我們的生產成本,在這個國際上呢 那麼就不太,不太合理啦 但是我們又不願意放開 這個裡面有很多很複雜的一個這個這個規定 不然不是這方面的專家,我們就不多說 那麼以萬當來說,不是說賓東的這個賣盒 我覺得全台灣生萬當,萬當車子 要賺到錢的這個機會呢 都不太容易啦 就是說,比較適合他 第一就是說,他的成本比較高 因為他的生產的期間比較低 生產的期間比較低的時候呢 很容易去造成在這個這個過程裡面呢 比較容易出一些這個狀況 什麼樣的這個狀況呢 就是說,他的一個這個病害的歡迎 很敏感的,特別是糖海 這個糖的就是一個 因為生產時間比較低,所以他的這個收量 基本上,這個量的就比較少淡薄了 所以,確實是有一點的困難 所以你說的這個十月當 就是說,在這個十月這麼高 這個老後面你種一塊的這個這個 種一塊紅豆紅豆 搓了、早上的車子搓了下去 那麼大概是這樣一個做法 那麼這年呢 其實很多人就是說 其實你問我說有什麼 比較好處要種 這個確實是很難啦 那麼,因為你要種紅豆 所以你不可能煮荷蕾菜 你大小的荷蕾菜在屏東 其实也没有机会 但是就是说 你若是在万当山 你煮荷蕾菜 就是说你煮荒蕾菜 那个时候来煮荷蕾菜 其实是有机会 有时候会渡到 但是一般这几年 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好 那么很多人在说 就是说 你若是有的比较困难 有的比较困难 在辱困难那时候 他会跟他煮一副的菜刀 菜刀是有一点点机会 菜刀这个面具就起来 但是这种菜刀就是 他在煮 你会可以去刷 这菜刀有 我们传统在煮是大拌的这种 你会可以煮这种 有这种较爱性的 就是说 他也不一定 就是说去跟他 要有三种 一定会 一定会搭拌 一定会搭拌 那么拌拌 把它搭起来 来给他煮 那么这种呢 这个大概是有这个 有这样的一个机会 所以这大概是 这种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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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说 你若看人在说 爱性菜刀 菜刀 你不知道 过是一种菜刀 这不 同样 这个爱性菜刀呢 是所谓 如果我们看到什么爱性菜刀 不是我们在做那种菜刀 是这个蜜刀 但是他不是打电的就对了 那么这种呢 这在寒冷 那在中部这家家 目前这些东西呢 他在做这个冷冻蔬菜啦 还是創下 这几年都一直都不错 这些东西 但是就是说 在我们 若人 若人这水呢 其实是爱装姜豆 姜豆 这种 还是有一点点机会 那么在冰冬来说呢 应该 他的这个机会会比较好一点 我是觉得 我能想到的 大概呢 就是这种 你会可以 因为你要做的这个 你会去选择 选择一个 因为我们的时间比较短 这个比较集中 比较短 那么你会去找 农有种名 有一个爱生性的 不用打拼这种 你如果工夫 你会可以 工一百 逛逛逛逛 你会把他擦那个 不是拼 你就是把他这个笛子 笛子呢 差不多四小等 四小等 把它擦出处 就是用油塞了 油塞了的意思就是说 如果风比较早 不要让他拼在这个土壳 那么你会可以 拖努 你会可以拖努 因为这种东西 他不用打鸡 那么他非常 一个 这个 早生 那么 这个时间呢 他可以唱一段 刚才 这个 风胎 还是说 因为 他 搭在这个 壁壁壁 所以这个时候 他这个 就很好 但是你不能去 种那种 要搭拌 那种 要找爱性 爱性 这三种 较低 但是 这个是有机会的 这个东西 我个人是因为 这是有一个点 比较有 有这个机会 这个你如果是要种 这农油种苗 的这个 这个瓶颈 这个爱性 江豆 你不能买不对 你不能去买 爱性 爱性 菜豆 你说我阿婆说 这个菜豆 没打电 你就给爱性 菜豆 这如果是 在这个中文字 里面 什么菜豆 说的是 民豆 不是民豆 如果人是 可以 种菜豆 不是民豆 我们在这个 中文字 应该是叫做 爱性 江豆 江豆 那么 这个部分 如果是 在冰冬 这个 他的行动 第一 就是说 他很近 这个 他的管 差不多 很少 多高 你如果说 比较 工夫 你刚才 刚才说 用你的 香蕉 拿起来 用烧 稍微拿起来 那么 稍微拿起来 有这个好处 这个说 如果刚才风 比较 是怎样 买起来 六片 因为 本来 他就会 所以 这是一个 我觉得 在冰冰 你如果 来 给他 种 这个 东西 这是 这个 有机会的 那么 这 在市场上 因为 他 这个品质 也 不错 所以 那么 你可以 来 给他 参考 看看 这个 那么 这个 最主要 他不用搭 不用搭 那个 参考 如果是 正正的 就要搬 如果是 更加工夫 就算是 去搭 这个 酸 那么 他这个 轻 没那么 长 但是 他 这个 我们 简单说 台语 说 叫 没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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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什么 纤维 也没 筋 那 在市场上 其实 看起来 这个 白绿 白绿 嫩嫩的 那么 起来 这 产量 还不错 那么 最重要 就是说 他不用搭 并 他不用搭 并 他的 刀子 差不多 只剩下 所以 在市场上 在销售 还不错 那么 在屏東 这个非常 适合 在屏東 这个季节 就是说 你早上 切到 刷 后 你来 装 这是 一个 我个人 想得 对的 其他 可能 也有 很多 很好 也不一定 就是说 我觉得 这个 或许 有 多一点点 的 这个 这个 机会 但是 你不能买 不对 他中文字 我们的 中文字 叫做 爱 姓 姜 豆 爱 姓 姜 豆 你不能 去买 爱 姓 菜 豆 就 分 爱 姓 菜 豆 夏天 不能种 只能冬天 种 那么 爱 姓 姜 豆 这个 是可以 种的 它 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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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 这个 还不错 那么 这种 你若是 有暗算要种 你车子 要预置 就能开始育苗 那么 别用 点的 别用点的 直接呢 啊 直接呢 可以 这个 哦 算你现在起来呢 那 直接 就能 直接 来 这个 移植 直接 刷摘 这样 清晰的 时间 这个 速度 那么 会 会很 不错 这 车子 起来 后 这个 效果 又 比较 简单 所以 这是 你能 去 克努 的 这个 这个 东西 这 由 我们 这位 比较小伙伴 就做 这个 参考